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你跟朋友在约吃饭 然后你朋友一直在抱怨说 工作好忙 客户一直在催订单 或者我们最近 好像产品要换了 或者是我们最近的供应商要换了 怎么样 害他一直加班 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打游戏 没有办法和你类似的故事 那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 你绝对就要来申请我们这次 财报狗学院的 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 财报狗学院 是你学习投资的最佳环境 特别是如果你对投资很有热忱 也相当熟悉自身产业的专家 在接下来的培训计划中 你会从Jeff、小镇、Sky的内训里面 去学习到投资方法 还有产业分析的东西 我们也会邀请外部的专家 来分享接下来的产业趋势 让你能够用自己的产业洞察 来找到投资的机会 这次的培训计划 我们特别想要招募在AI 还有ESG领域工作的专家 我们也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和财报狗学院的研究员 还有其他的产业投资顾问去做交流 如果你有产业资讯 但不知道怎么样去连接到投资的机会 财报狗学院的每一个人 都会非常乐意和您讨论 让你好好把握你珍贵的财富密码 如果你担心这个计划会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每周会有一堂三个小时的内训课程 加上读书会还有其他的交流 一周花不到十个小时 在培训的期末 我们也会让每一位产业投资顾问 轮流分享在自己的产业里面 可以连接到哪些投资机会 听起来很难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都会安排 学员里面厉害的研究员去协助 还有帮忙你 所以整体的loading来说并不会太大 你可以安心的参加 最重要也是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产业投资顾问培训计划 是完全免费的 它不只是一个学习投资的好机会 更能够让你去认识一群 结束的投资伙伴 那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参加了 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连结 或者到财报狗的粉丝专页 去找到申请方式 那期待未来都能够和你们 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 欢迎收听财报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薇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正 哈喽大家好 你知道这个月不是地震很多吗 对啊对啊 多到爆炸 对然后我已经有点被震到 有点害怕了你知道吗 真的尤其 哇真的大家都在讲嘛 就每天到半夜两点 就开始震一下 然后我这礼拜要去奥马哈 参加巴佩特股东会嘛 然后我就在想 好我可以先脱离这个 每天要因为地震恐惧的这个心情这样 结果你知道上周末 奥马哈有六个龙卷风 我不可能离开一个 充满地震的地方 然后到一个有龙卷风的地方吧 不会啊不会啊 我觉得你最要担心的是 开车的问题吧 好这个是下一个问题你知道 在我拿到驾照以后 还没有开过车嘛 因为我在美国要开车 我就想说 好那我要去练习一下 我先上了道路驾驶 那这个经验我在上周五 已经分享过了 就有够累 我上完十个小时道路驾驶 我想说好那我来自己练了 你知道我前天一个小时 我足外练一个小时 全部在练路边停车 我成功一次 一个小时我成功一次 你练在干嘛 那边应该到路都很空啊 他应该不会像台北一样 就是到处都车 那个停车空间很小啊 可是除了那个 应该就不会啦 我不知道要练什么啊 不然要练什么 你就练到习惯啊 你就是 趁趁趁开车上路啊 然后就是不要撞到人 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Iron的那个车子哦 真的应该把Iron的字 贴大一点 那个小小的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新手驾驶提示的概念嘛 对啊对啊 我在跟道路驾驶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前面那台车 上面就写什么 新手驾驶这样 然后我都跟我那个教练说 诶 感觉我应该买个贴纸 他就说 你去买那个磁铁的 他说 其实我车后面也有贴 真的 诶 你知道在开山路的时候 然后你开很慢嘛 然后后面一大堆车 就是被你堵在后面 诶 那个压力超爆大 真的超爆大 不会啊 我跟你讲 你就是让他们 他们会抄你车啊 你就让他们抄就好了 山路那个车很小 那个路很小 他们没地方抄 太小看台湾人了 那边是我觉得最紧张的 其他我都还好 然后就是 你知道从 骑机车到开车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 你会走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各种高架啊 然后快速道路啊 然后 诶 有够复杂 天哪 这个到底怎么记得住啊 不用记啊 现在不是都导航啊 我也不太会看耶 我真的不太会看 干你要活着回来啊 不会啊 因为机场离饭店 然后我们吃饭的地方 跟那个股东会的会场 大概都是10分钟路程 然后好像都还蛮近的 嗯 应该是啦 应该是 我们这是 我住double tree 然后好像要过一个桥 对 那我只是怕 各种要上桥的 我就觉得说 嗯 好困难啊 这个车道要开的哪个车道呢 要开哪个线道呢 哇 好困难啊 真的好困难啊 没差啊 反正 第一个就是放慢开嘛 第二个话就是说 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吧 嗯 对啊 让速了不让道啦 如果别人要超你 的时候干嘛 不过这好像在台湾才有 因为国外应该 其实大家都很守交通规矩才对 理论上啦 可是我有朋友 他从国外回来 他就说 国外开车 最应该注意的就是 你的速度 不能太慢 因为国外在开非常快 你如果比较慢 就会有那个速差嘛 那有速差 其实反而比较危险一点这样 他是这样讲啊 他说 美国开车都很快 看你开哪吧 奥马哈这么向下 应该还好吧 对啊 如果你今天开在公路上面 一定很快啊 如果开在市区很快 这不太没sense吧 我不知道 你有印象 我们上次去奥马哈 那边开车 就没有很快啊 没有很快啊 而且我记得 欧美的 他们都是行人第一啊 你开很快的话 不可能行人第一啊 他们那个行人 可能真的就是帝王吧 对 就是他们 他们没有在 没有在看什么 就是什么 或者是说 就算行人今天 没有看那个浩志 他在穿越的话 理论上就是 也是要 就是行人优先就对了 嗯嗯嗯 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是 不要撞死人就好了 不要这样子 我保险会保护保护 然后我已经考虑 因为我还没有租车啊 虽然说已经 有点晚了 剩三天而已 不过我有在考虑 还是我刚才租特斯拉 就那种一件停车 现在应该有了吧 有吗 有啊 现在一件停车 好像是一个蛮常见的 真的啊 因为我的车也有啊 对啊 所以就是说 真的吗 台湾也有了 很多车都有啦 我以为台湾不会太棒了 只是说看你要不要而已 因为 就是 因为我的车 是因为它当初就飘配 所以我觉得 如果它不是飘配 如果今天是要选配 我绝对不会选啊 对因为 譬如我记得好像像一些 像什么 宾室吗 还是什么的 我记得好像你那个 是不是一件停车 那个 它还要你就是 选配要十万吧 对啊 就与其花这个十万 你不把你 就是停车技巧练好 还比较实在意 那你敢用吗 你敢用 有啊 我常用啊 我常用啊 对啊 对啊 好酷哦 还是我应该去 注意它有一件停车 来看它怎么停 我就坐在驾驶座 看看到底 比较好的停车 是什么样子 它也没有啊 它也没有很厉害啊 因为如果我到车入库 一次可以到的 有时候我用那个 一件停车 它也是会需要两三次啊 对啊 对啊 我用那个是觉得说 既然这个车子 都已经帮你选了 好像你花这个钱 就应该用的感觉 不用买不用 对啊 不用买不用 对啊 只是说它 它也不会不好啊 我觉得它对于新手 应该是很方便啊 绝对是好不好 绝对是 对啊 对啊 所以 我不知道 国外如果租 就是双B的话很贵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记得理论上 双B应该都会有 搭配这个功能吧 但因为 我们这次应该可以 四个人分啊 所以四个人分 怎么样都不会太贵吧 对啊 对啊 那我觉得都可以啊 或者特斯拉你也可以啊 特斯拉好像 就是台湾很多 不开放的东西 在美国都已经有 开放啊 你可以去试试 对啊 所以我刚才会问 那个一件停车 因为好像 像4SD就是 台湾就没有嘛 然后美国就有 可是一件停车 这个跟自动驾驶 那个 Level 3以上 应该没关系吧 呃 没关系啊 我只想说 台湾 应该说台湾 就是有被严格嘛 因为 各个国家 开放的程度 就不太一样 台湾有啊 台湾可以一件停车 台湾应该是 Level 3以上 还不行吧 好好好 我来认真研究一下好不好 说不定我这几天 真的就先住一台 看一下 这个AI的停车 到底是怎么停的 反正觉得比我好 AI不可能停一个小时吧 对 我真的 我真的是literally停了一个小时 干 不是啊 你家训班 不是会考这个吗 你不是还刚讨完 家训班 家训班是很非 而且 不只是家训班 我连道路驾驶的课 我也可以停好啊 但为什么我一个人就不行 我真的错直到不行 我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哪里错了 哪里错 太紧张了吧 但我左边就比较好 左边停了半个小时 这个是显著的进步啊 我今天再去练 今天如果停车到20分钟 对不对 我去美国前 按照这个速度 就可以三分钟了 OK啦 OK 教大家先下车 比较实在一点 我已经跟乘客讲好了 我跟乘客说了 我一个小时停好一次 大家都把这个 我们的时间啊 时程表都往前拨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八分 好 我们来介绍到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今天啊 要来讲的 也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题材 就是最近带HTT硬碟 因为各种AI的东西 HTT硬碟又突然 大家注意到需求起来很多 这我们可能之前讲过了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 硬碟还有NameFlash大厂 威腾 他们在4月25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营运报告 那我们就来看 威腾的季报来看一下说 NameFlash下游需求 还有HTT 机械式硬碟下游需求的强弱 先来看一下他们 刚结束的这一季 损益表现 它的营收是34.6亿美金 比上一季成造了14% 超过财测上原 那GAP EPS 0.63 结束连续了5G的亏损 而且明显高于财测上原 所以不管是营收啊 或者利润比率啊 EPS啊 表现看起来 都比他们原本的财务预测 来得好很多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 那我觉得主要原因 应该就是它 伺服器相关 就是公司这个叫做Cloud的业务 就是伺服器相关的业务 看起来是明显有以预期吧 对 因为它有三大事业 那有两个是跟消费性市场比较有关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伺服器有关 那消费性呢 都是算是季度衰退吧 因为现在是进入消费性淡季 可是它这个伺服器这一块 哇 就是非常显著的成长 对 如果看公司这个Gero的数值 哇 它这个Cloud的业务 既成长幅度是28% 那年成长的幅度也是17% 对 那这个就相较有消费性的业务的表现 那就显得非常强劲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它这个营运可以几败彩测 就是大幅超越彩测 我觉得就是这个伺服器相关的业务 就是明显有预期 对 那因为伺服器的业务的话 那比较偏重在就是公司的机械式硬碟 HDD 对公司的HDD是它的伺服器业务的销售主力 所以这样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就是它HDD的业务 机械式硬碟的业务 就是显著的上涨 那我估计就是它这一季 可以超越彩测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这样听起来应该是 希杰表现也会很好对不对 希杰也是很好啊 对啊 希杰好像也是几败彩测吧 对不过希杰 它的机械式硬碟业务 虽然也是不错 可是没有像威腾那么 就是成长显著吧 就是如果相比起来的话 威腾呢就是表现真的 相对就是成长非常显著 对 嗯为什么呢 嗯这个我不太确定 那我记得第一个可能就是 纯粹就是季度的不同 因为有一些季度可能是 威腾表现比较好 那有一些季度可能是 希杰比较好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猜啊 就是说 我猜可能威腾在目前 产能或产出的状况 可能比希杰好 因为之前试况不好嘛 所以两大厂 就是在机械式硬碟 应该都有明显的减产 可是我猜也许就是 啊 希杰就是减产的这个 比较激进吧 对对对 就是相对威腾可能比较激进 那所以就是这个 当然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你减产浮比较大 那可能就是对于 就是无效的产出 可能可以控制的比较好 可是如果一旦景气回升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有来不及 加速生产的一个负面影响 那我觉得也许是 在这一块威腾可能相对 哎现在景气好的时候 我产出可以刚好及时的贡献 刚好可以就是更好的去满足目前市场 就是回补库存的需求 那所以它的表现就比较好 对我的猜测是这样了 对 嗯嗯嗯嗯 好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讲说 伺服器这边表现很亮眼 那威腾还有另外一块 也是营收蛮大的一块嘛 就是在NAM的相关的业务 那那边表现怎么样呢 那如果是NAM Flash的话 那就表现比较平淡一点 对比较平淡一点 那我们刚才说那个机械式硬碟 或者是云端相关的业务 是双位数成长 而且是继成长的幅度是28%非常高嘛 那如果我们来看NAM Flash的话 它就只有低个位数成长 它继成长的幅度只有2.4% 就是成长幅度就明显低很多嘛 对 那这主要原因就是 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 因为NAM Flash的业务 它偏重在是像PC啊 手机啊 零售这种消费性市场 对那我们都知道说 通常就是上半年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 通常是消费性电子的淡季 对所以在这个淡季影响之下 那它自然 它的成长性表现 通常就会是比较平淡 那或者说会通常 比较容易会出现有就是 季节性的衰退 就是淡季旺季的这种差异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威腾它的确受到淡季的影响 它的NAM Flash的位元出货量 它叫上一季衰退是衰退15% 可是你看它就算出货量衰退15% 可是它的营收仍然刚好提到的是 小幅成长2.4% 那这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报价 它的报价反而是大涨 对那这个报价大涨的原因 我想我们之前提过很多 因为我在之前可能两三季 就不断预期就是说 就算进入淡季 就算说市场担心说 消费性的这个需求度过了旺季之后 然后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平淡 或者很多市场还是在担忧 就是说消费性的需求 没有很显著的回升 对可是我在之前两三季 不断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面向是供给 虽然说需求没有说那么好 可是也因为需求没那么好 所以厂商的就是减产 或是供给的控制还是非常的严格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预期就是说 在这样子就是供给显著 就是紧缩的情况之下 我预期就算淡季 报价应该还是会上涨 那这个报价上涨是足以抵消掉 出货量的衰退 所以呢我那时候比较看好 就是说NEMFresh在2024年 应该就是每一季都可以就是 逐步成长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报价上涨的原因 那所以如果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Weighton的确符合我们的预期 就算在淡季这个位元出货量 大幅衰退15%情况之下 它的报价还是上涨了18% 它足以抵消掉出货量的衰退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NEMFresh状况 就是说淡季影响了出货量 可是因为供给紧缩带动报价上涨 所以它的NEMFresh业务 我觉得也还是不错 你看淡季的情况之下还可以 稍微的既成长 这个算是淡季不淡 那如果以年成长来看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定是更高的成长 因为就是今年的淡季跟去年的淡季相比 公司的NEMFresh表现就很好 对所以这个大概是公司NEMFresh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看到下一季 公司还是觉得它会会营运持续好转 不管是营收啊 既成长平均大概成长6.9% 那GAP EPS从这一季的0.63到下一季 他们觉得会0.9到1.2 这个成长也是60%到100%吗 差不多这个区间这样 所以看起来公司觉得说 我接下来的营运就要逐渐回来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公司在经过就是去年第四季 第一季这样子复苏之后 他接下来对于他2024年全年的展望 乃至于主季主季的展望都非常看好 第二季财测他预估就是获利会明显的增加 那甚至他看到下半年 他都觉得就是这个成长 就是会一直持续向上 对那 为什么公司这么乐观呢 或者说公司有什么观点跟之前不一样呢 那我觉得公司目前可能更有把握的 就是在伺服器的市场 对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上一季击败猜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伺服器的市场的需求表现很好嘛 对那公司目前 他的确也认为就是说 这个伺服器的市场已经摆脱困境了 他觉得就是已经开始加速的回温了 对所以呢 他看好就是说这个伺服器的市场的这个成长动能就可以延续到下半年 对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伺服器的话 公司是这个机械式硬碟主要琢磨在伺服器市场 对所以这样也代表就是说 威腾应该对于他机械式硬碟的接下来的业绩的展望 他是非常看好的 对那我们比对一下就是说 就是他的同业西节啊 因为西节也是刚好在他前后几日就是发布季报嘛 对那西节这边的话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非常看好伺服器 只是说西节这边有提供一些更多的观点 对那我们都知道大概前两三季或前两季啊 就是机械式硬碟他主要的拉货的客户类型啊 不管是威腾或西节比较琢磨是在这种云端的大型客户 比如说像Amazon啊 微软啊 Google啊 这些都算是所谓的就是云端大型客户 对那不过西节有特别提到说 他在这一季开始啊 他看到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客户 就是企业OEM 就是企业型的 对就是比较中小企业 那或者说我们在讲就是说 这种Dale专门销售这种品牌伺服器类型的采用的客户啊 他也看到他的需求好转 对所以呢 他目前预估就是说 不仅就是这种大型的云端客户 他的就是需求已经回来了 他认为从接下来第二季 乃至于下半年 这个企业OEM型的客户的需求 也会叠加上来 对那当然就是这个就好上加好嘛 原本就是云端这个需求开始回来了 开始在回补库存了 那现在又在叠加上 就是企业OEM的客户的需求也会好转 也会开始回补库存了 那这相当于就是在宣布就是说 整体伺服器就是通用伺服器 整体需求站在机械式硬底的角度 不管是锡节或威腾 他都认为就是这个通用伺服器的需求 在采购储存零组件的这个状况 已经开始应该就是持续好转了 就持续向上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以这样来看的话 下半年他不只是受惠 云端大型客户的 就是需求回来 也是受惠就是7M OEM的客户的需求回来 那这个观点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在就是Dale 对上一季或是在过去两季的Dale 我们有稍微提到就是说 我们从Dale的季报解析 我们认为就是说通用的伺服器 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回温 那如果目前在参考西节的观点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同样的观点 算是验证我们这个观点吗 对对就是说我们觉得通用伺服器 应该下半年是真的有期望 就是加速的成长 摆脱就是之前一直被 AI伺服器排挤的一个困境 对 这背后的趋力是什么 还是就是时间到了 如果说今天参考就是 西节或者是Viton的观点 或是乃至于上一季Dale的观点好了 当然一部分就是时间到了 就像你说时间到了 因为去库存去好久嘛 那所以说现在终于要回补库存了 因为库存已经很低了 对然后需求可能 又稍微好转一点 那就有回补库存的需求 那另外一个观点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可能是跟这个AI 就是推理推论的这个需求 开始已经要起来可能有关 对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一季 不管是西节Viton 或者是说像上一季Dale也有提到 因为上一季Dale已经在讲 就是说他觉得他的那一个就是Storage 他的储存设备的业务 他觉得有机会受惠 或是他们已经看到有似乎就是这个 企业在部署就是AI推论的需求 已经慢慢起来了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 这个当就是需求从云端转到企业 那会发现有个现象就是说 云端的大厂他们在AI这边的布局 比较多的是投入在就是training AI的training 可是当进入到企业的话 看起来企业他在部署AI 他比较追求的是推理 然后直接开始迈向应用了 对那所以当推理的需求开始增加的话 目前看起来对Storage的业务 看起来是会有助益的 对相较于training training的话可能更多的预算 是部署在运算的相关 那运算的话可能就是像GPU 或是像DRAM High bandwidth memory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推理的话 现在看起来是 这个预算其实在Storage这边的话 也是会有一定部分的就是比重 比较不是排挤的这种状况 对那所以就说我觉得应该 除了就是这个回补库存之外 AI推理的部分 也是一个可能潜在的助力 对对对所以 这个状况其实在Wayton 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讲推论 他觉得就是Name Flash 这边受到AI推论 带起需求的状况 他觉得可能更为明显 因为他Name Flash 他比较偏重 在消费性没有错 可是他也是有一部分 比较少的部分 是琢磨在伺服器端 那Wayton有表示说 他这一季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不只是这个 就是机械式硬碟的 就是需求已经连续 两三季的回温了 他在上一季 他也看到就是公司的 这个企业级的SSD 这个订单也开始回温了 对尤其是这种大容量 非常大容量的 这种什么30TB 60TB 这种就是超大容量的 企业级SSD的订单在回温 那他是预计下半年 会开始加速出货 对 那其实这个观点 不只是Wayton 其实是海力士也这样认为 那海力士就讲得非常明显 海力士就讲就是说 他的企业级的SSD的销量得以攀升 他认为 或是他看到就是这个企业的OEM 对于AI推理伺服器的采购开始增加 就是社会这个AI推理 所以他认为企业级SSD 这种大容量的60TB 30TB的企业级SSD销量就开始上升 那所以不管是Wayton跟海力士 他们都认为就是说 虽然可能第一季或第二季 消费性的这个需求 因为淡季比较平淡 那可能就是会导致 NEM FLASH的就是整体看起来 好像位元出货量没有明显的上升 或是只是持平而已 可是如果我们去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 虽然消费性还在下滑 可是伺服器的部分 也就是这种企业级的SSD 这个需求他认为就开始会持续攀升 甚至下半年会再进一步成长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不管是看这个 就是机械式硬碟 或者是乃至于看这个 NEM FLASH里面的就是 企业级的SSD 看起来似乎就是都已经度过 最差的情况了 对而且看起来就是不止 就是受惠这个 就是一般所谓的库存回补 看起来就是说像现在企业已经开始要 从这个就是training的需求转向 就是部署AI推理的需求 那这看起来对于就是 不管是HDD或者是SSD 其实都是一个助力 对 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威腾应该算是双动能 就是说受惠这个AI 还有受惠库存回补 它的机械式硬碟 下半年我觉得有机会可能供不应求 因为不管是威腾跟希杰 他们两个对于他们目前的这个 扩产的状况还是非常的保守 对他们都不轻易扩产 他们还是主要是以这个 产能利用率调升为他们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可是问题是威腾跟希杰 他们都表示说 其实他们现在产能利用率已经算是 可能我觉得暗示应该是要快要往 满载的状况接近了 因为威腾说他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不足 应该在第二季来看 这个相关的成本会不会不足道 对 就之前可能就是产能利用率很低 那都会就是有一个叫做 产能利用率不足带来的成本 会显著影响毛利率 那威腾他预计就是说 第二季看起来就会不会不足道 那这样看起来下半年可能就几乎是 没有这种就是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状况 对那希杰也讲得很明显 希杰就是说 他这个下半年他预计就是说 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状况 已经不会再出现 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预计 机械式硬碟这边的话 有可能就是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之下 下半年可能有机会迈向 就是供不应手的状况 那NEM Flash也很好 对因为NEM Flash的话 目前上半年是先看到就是 伺服器市场回温嘛 可是如果在卖入到下半年的话 就还会再叠加一个忘记 消费性需求又回来的状况 所以下半年的话 NEM Flash应该会看到就是这个 不管是消费性或者是伺服器的需求 就全面的回温 那所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就是 NEM Flash的位元出货量 在下半年应该就可以再重回成长 那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今天不管是机械式硬碟 或者是NEM Flash 其实下半年的展望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对那当然就是说 Wayton的受惠这两个业务 我觉得他下半年应该也是会蛮好的 我们有看到任何的数据在讲说 真的有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 应该说整个AI的这个阶段 已经开始逐渐从训练 转向推理 然后真的有很多的企业 想要去架设自己的伺服器 然后是用在AI的推理上面吗 我觉得现在是初步的阶段 就是有初步的一些征兆 那这个征兆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在意的是 DALE或像HPE 因为他们主要是卖这种品牌伺服器 那我们之前在DALE的 记报解析已经花很多时间 在讲解就是说 为什么企业会优先去 买品牌伺服器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如果今天其实去回顾 上一期DALE的状况 其实DALE他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已经看到 就是企业的需求回温了 对不是这种一般传统的 就是大型的云端业者 就是Amazon啊 或者是Google微软他们在采购AI相关的东西 还看到企业也在采购了 对 那其实企业原本就有需求 只是说之前因为受困 就是说可能供给有限 或者是说重要的这个NVIDIA GPU 都优先被 就是云端业者都就是抢走了 就是应该比如说抢走 就是说他们优先采购 所以就是DALE一直没有办法拿到 就是足够的GPU的一个供给吧 对 那其实在上一季 或是说看最近应该 大家都有看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 好像就是H100的供给 慢慢慢慢不在紧缺了 嗯对 对 开始软软扮演二手了嘛 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这个讯息 有一个特别出来讲的 就是DALE的台湾经理 还是台湾的 不知道哪个负责的相关 有特别出来讲 就是说他们看到H100的 就是交货时间大幅缩短 对 那这个对于DALE的意义在 就是说他有更多的就是 就是H100的产能可以供给给他 主要的就是营收来源 就是品牌伺服器 那品牌伺服器是卖给谁 那一定是主要是卖给 就是企业嘛 那我们其实在上一季 有特别讲就是说 企业他根据观察 或是根据一般的 就是第三方的一些 言调的就是可能访谈 或者是理解 企业比较着重在 就是AI的推理 对因为企业的重点 不是要比拼我的AI模型 比对手好 他跟这个就是Google OpenAI或和微软 在不断的在竞争 AI模型谁比较好 这个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就是企业比较重点是在 就是说 我是怎么样应用AI来 让我的本业 能够受惠AI生产力再提高 如果我今天是金融业 我今天是医疗 我今天是工业 我没有道理要去做出一个 就是比别人更好的模型 我的重点是让AI帮助我的 就是产出或生产过程 可以变得就是生产力提高 或者是瑕疵降低 这样就很足够了 对那我的本业的优势 可能建筑在是我本来 就是工业医疗或金融产品的 其他面向的优势 对所以在这样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看到Dale 他在品牌伺服器的产出 或者是销售状况转好 然后而且他又特别强调 就是说这个品牌伺服器的转好 主要是在这种AI类型的品牌 伺服器需求转好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代表 企业采用AI推论伺服器的需求 一个回温的征兆 对所以目前来看 因为Dale在上一季 有这样子提到 那如果我们再看这一季 微层或是吸结 乃至于就是海力士 他们站在storage的角度 他们也不业额同 都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 的确有越来越多业者不断提到 就是说企业的OEM类型的客户 对于就是AI的推论的需求 开始在拉伸 因此像这种就是storage storage原本在云端大厂 在做AI training的需求的话 一直都被认为是受害者 可是现在到企业这端的话 看起来就是受惠者了 他们终于可以受惠AI 推论这边的需求 因为我会有点困惑 就是如果没有训练的能力 会想要自己去架伺服器 来做推理吗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他可能也会是用既有的AI模型 对啊 可是你应该会希望 他可以持续update嘛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训练 就是可能连维护都会有点困难 然后你会想要自己架吗 我有点难想象这件事 好啊 那你讲到一个关键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你上一集跟我聊 就是说为什么还有品牌伺服器 这件事情 就是品牌跟白牌差在哪 白牌伺服器通常是卖给云端大厂 云端大厂他们就是有能力 自己调教了 对 品牌伺服器卖给企业 那为什么今天就是 企业要去买品牌伺服器 他为什么不去买白牌 白牌比较便宜啊 白牌更可以客制化啊 那干嘛要去买品牌 那就在于就是品牌伺服器 业者可以提供他硬体以外的软体 或是一些相关的服务 所以像你问的这个就是说 一般的企业他如果内部对AI的理解不够深 或者是说他的AI的IT人员的 就是研发能量有限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个就是品牌伺服器业者 他们能够切入的一块市场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Dale AC在强调就是说 他其实自身在AI的琢磨 具备就是他的一个立即的一个差异化 他能够提供给他的客户 对因为并不是每个客户都有能力 自己调教AI 对 所以就是说一定还是会有客户 他要在内部建置他的就是AI伺服器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料都开放给 就是云端的这个open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自己内部要调教的话 就像你说的 我的这个所有的IT人员 或是我相关人力 又不是配置在AI的一个状况 那他能够寻求的就是这种品牌伺服器 Dale啊或是惠宇 他们的协助 所以Dale跟惠宇也一直不断打这个 来当成他们的卖点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认为的状况 OK 所以其实就等于说 他们可能对AI还不太熟 但是像这些品牌伺服器厂商 就有办法去帮他们弄到好 那这样老实说 我就可以想象AI品牌伺服器 应该会变得贵蛮多的 因为我前面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一般的伺服器 可能不太需要太长时间的去更新它 或者它就是你能够稳定的运作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AI它还在属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你可能每三个月 或者是最多可能每半年吧 你就必须要去升级一下最新的模型 或者要去调整一下 原本我想说 那你去购买这些伺服器厂商 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升级的东西的话 那不会变得很困扰吗 那如果是就说 像Dale这些厂商会去协助的话 那等于说 我觉得Dale他们在提供他们 AI伺服器的客户那边 应该也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吧 因为就是迭代要变更频繁了 对啊对啊 所以就等于就是说 它这一块就是因为自己欠缺嘛 所以就只好委外给就是Dale 或者是惠宇这样的品牌业者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惠宇它很强调一个东西 它每次在做它的就是 季报的就是资讯揭入 它都会揭入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订阅制收入 ARR的状况 对那你就想说 奇怪它这种品牌伺服器 它不就是卖伺服器卖硬体吗 哪来的订阅制 是说租用吗 其实不是 它这很多里面是它的软体 或者一些服务的订阅制服务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像我记得在2000年后 或是有一段时间你应该记得 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看 就是所谓IBM复苏嘛 嗯嗯 大象也会跳舞嘛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IBM 它向世人展示就是说 其实在品牌伺服器或server端 那软体服务的价值可能更高于就是硬体 那所以那个是IBM那个时候 从硬体转型到软体的一个成功之处 对那当然就是说 后来随着云端的兴起 那可能IBM在这个品牌伺服器软体的这个优势 又再次被抵消了 那等于又是一个新的典范转移 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品牌伺服器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因为不是所有的业者 所有的下游需求都一律 就完全只是部署在云端的需求 还是会有些内部的需求 那你只要还有这种品牌伺服器 内部部署的需求 那品牌伺服器业者在软体 或者是像我现在可能已经变成订阅制 订阅制这种服务的话 那就还是一个就是相关品牌伺服器业者 很大的利润来源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算是利基吧 好 这边大概就了解了说 对于品牌伺服器这边的观点 就为什么除了资料中心以外 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想要去采购自己的品牌伺服器 那这边再讲HD的部分 那关于NAND的部分 观点就还是一样 就是虽然说销量没有回来 但是因为供需的关系 所以它还是可以涨价 那涨价的幅度是可以抵消 这个销量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啊 其实第二季就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有请教 就是说这个伺服器上升 就可以抵消掉 就是消费性下滑 那我刚才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 就是NAND Flash一模一样 它也是受惠这个AI推论 对就是说看起来 就是它伺服器下半年 也会持续的就是需求上升 我刚才已经有提到 就是说不管是威腾 甚至是海力士 海力士有特别明确就讲 就是说 它的企业级SSD的需求上升 就是因为企业 不是云端大厂 它认为更多的可能是 它看到就是企业 OEM在就是AI推论的市场 开始需求上升了 所以它的就是大容量的企业级的SSD的需求 就开始明显的回温 那也预期就是下半年会持续 那所以就如我刚刚说的 上半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说 出货量不怎么样 然后NAND Flash的报价大涨 那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产值上升 可是我觉得下半年的话 它会进入到变成就是量价起涨 因为下半年的话就是这个消费性电子会进入到旺季 所以就是这样变成说下半年消费性跟企业的需求都会很好 那这个需求很好就带动销量上升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市场其实有一些观点 比较在担心就是说 因为这个上半年报价涨得太多 NAND Flash上半年的报价都是这样两成三成 两成三成在涨 那就是价格上涨得太快 可是需求在上半年淡季来看还是没那么好 那就担心说这个涨价会压抑下游的需求 对可是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我觉得的确到下半年的话 就是说这个报价还能不能够一直维持着 两三成两三成这样上涨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不一定 或是可能也许不会 它可能就是这个涨幅可能会跌到 可能个位数5到10%这样的一个成长 可是考量到就是说 另外一个在上半年是衰退的 或是是表现不怎么样 位元出货量 在下半年会变成是上升成长的一个状态 所以出货量上涨 再加上就是单价还是可以小幅上涨 其实我觉得两个加起来来看 我觉得下半年NAND Flash的产值 应该还是会有不错的成长幅度 对所以我个人还是蛮看好 就是NAND Flash的整体的产值 就是在下半年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对那所以我觉得Wayton他一定也会受惠 嗯好 好那这边就把Wayton的部分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产业链上面其他公司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就先看一下HDD 除了Wayton以外 另一间公司就是希捷 希捷虽然在刚结束的这一季 成长没有Wayton来得那么亮眼 不过我觉得整个趋势应该都一样嘛 尤其Wayton其实也是看好这个伺服器部分 那这部分希捷的营收占比又比较高 所以应该这季表现没有Wayton那么好 但接下来应该会差不多吧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说两者就是 就是如果这种以那种季度的角度 就是各自的差异 这个可能就会每季每季不同啦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站在比较长的时间点 我觉得两者就是机械式硬碟的状况 应该都是都会蛮好的 因为他们两个加起来市占率就快八成嘛 对啊所以就是说不太可能 就是说Wayton好另外一个不好 对那所以就是说以我角度 就是我觉得希捷下半年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看好的 对那甚至我刚好提到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可能会供不应求啦 对因为我觉得看起来 伴随需求那么好 然后他们的就是整体的供给 没有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都没有扩产 那所以产能利用率应该会很快的回温 对所以是下半年的话 他可能会有个现象就是说 他不止戳量上升 对他甚至可能报价 还有再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对那这样就变成量价起涨 对那这样子他的营收 乃至于利润率 都还有机会再比上半年 更进一步的成长 所以我个人是蛮看好的 就是机械式硬碟 就是希捷啊 希捷的话 下半年我觉得需求应该 还是会蛮好的 嗯嗯好 那再来就是 NAND的晶片制造业者 因为我以前是做NAND的嘛 那还有在做晶片的 那做晶片这些相对来说应该也会不错 对对对不错不错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是站在比较短期 就是如果这一季的话 那当然一定是 能够受惠就是 企业OEM采购SSD需求越多的业者 他可能在这一季的表现就越强 对那这个目前你看应该就是 三星跟海力士 因为这两个业者目前在 企业级的SSD的 呃市占率比较高 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 就是时间在拉长一点的话 诶 其实其他的业者 也不会说吃不到 就是企业级的SSD 一定都会吃到 对所以就是说像Wayton已经开始 与其下半年他就会再出货 对那甚至凯霞 美光我觉得都会受惠 那这是这一季而已 如果到下半年的话 就还可以再迎接消费性的旺季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业者 业绩都会水涨残高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我还是维持就是过去两季的观点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 今年2024年NEMFresh业者的业绩走 是应该就是走一个加速回升的一个曲线 那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下半年就是说 哦报价有可能就是上涨的幅度萎缩 因为我们还要想到就是下半年旺季的情况之下 出货量也会上升 所以这个出货量再叠加上报价上涨 带来的成长效益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可观的 所以我看好就是NEMFresh 晶片制造业者的下半年营运 对我觉得还是会加速回升就对了 那如果这些晶片业者的获利开始起来了 应该也要对他们的供应商好一点了吧 就是像那个controller什么的 没错没错没错 之前的话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controller业者的毛利率下滑 就是被下游砍价 那下游为什么要砍价 对啊因为他没赔钱嘛 对啊就是说没好客户赔钱 你还撞得很爽 对 可是现在看起来客户似乎有机会 真的就是获利好转 因为我们看到威腾他这一季NEMFresh 已经转亏为盈了 对那海力士也是转亏为盈 对还是上一季 反正就是说 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 就是NEMFresh比DRAM惨 对这DRAM比较早 就是已经早就已经转亏为盈了 可是NEMFresh就 事况没那么好 所以他就是还在就是可能亏损的 损益两平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觉得到第二季 或是到上一季来看 其实很多业者已经开始 就是转亏为盈了 所以在考量就是说 从这一季到下半年 NEMFresh的整体的供需状况 还是会持续好转 所以这些NEMFresh业者的获利 应该接下来会水涨船高 那获利水涨船高的话 对上游价格的压力 自然就会开始减缓 所以我觉得维持我们之前的预期 就是说 惠荣跟群联 应该下半年 在他们的产品的报价和毛利率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回温 应该是有机会 而且不只在报价和毛利率 可以回升 因为我们刚好提到 就是下半年 就是出货量 应该是有机会上涨 因为不管是 就是消费性的电子 或者是已经疲软很久的 就是企业级的SSD 需求都已经回来了 对所以所有的市场的需求 都回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可以预期 就是SSD的销量也会上升 对 那这个销量上升 对于NEM Flash Control 业者的角度 就是他们的Control的出货量 应该有机会上升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 对于NEM Flash Control业者 应该也是不错 就是说他不只能够受费 报价和毛利率得以回升 他的出货量 应该也是有机会 在下半年受费 忘记再进一步上调 对那所以我一样也是看好 就是NEM Flash Control的业者 下半年的营运 还是也是可以加速回升 好 那相关的其他厂商呢 就是除了Control以外 一般的话可能就还有说 像模组嘛 那我觉得模组 因为已经在之前 你讲好几句很好了 所以我讲他也很好啦 我没有那么多提 是因为一般模组业者 现在估值已经比较偏高了 对那如果今天不讲估值的话 那当然模组业者 我觉得需求一定也是会受贿 对那业绩也是会还不错 对那甚至大家可以去特别了解 看看就是有没有哪些业者 可能是在server市场 切入跟比重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今年上半年现在 海力士或者是Wayton 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说 消费性还是比较疲软 可是伺服器的需求 已经开始在明显回温了 所以他企业级SSD的需求 在回温了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哪些模组的业者 可能在企业级SSD的布局的比重比较深 那他可能就是受贿的幅度 也会比较大 对对对 那当然你还有说一些 可能就比较像是泛硬碟 泛硬碟的什么 就是硬碟的代工 或者说一些硬碟的外观件 那这个一定会受贿 只是说一般这样的业者 他比较不是纯的 就是硬碟的供应概念股 对他的就是营收组成 就是可能硬碟的这个 制造外观件可能是占他的一小部分而已 对那这个我就没有特别提 不过就一定也会受贿就对了 只是说要去了解这样的公司 可能除了硬碟之外 你要去了解他 其他可能占比更大的营收状况是如何 那他这个可能就 比较不是在Storage的范围里面 嗯 好啊 那这边我们大概就了解了一下 跟威腾相关其他产业链 上面公司的状况 那以上啊 就是我们看完威腾季报以后的观点 然后还有相关台卖股公司的可能的影响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 也欢迎留言啊 或者是到我们那个Google表单里面 去提问题来跟我们说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